2014年K1在日本以K1 World GP in Japan之名重新復活 其中最著名的量級不是之前K1 World Max時期的70公斤 而是全新的戰場65公斤 當時這個量級可以說是強者如臨 包括日本巴西混血小屁孩牧村Philip Minoru Golden Fist 黃金之拳 山崎秀晃 有Masato二世之稱的Hiroya Masato所屬拳館Silva Wolf的師弟左右田泰城 以及九寶優泰 通通都是日本踢拳界1等1的頂級新秀 新秀是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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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靠當初在K1虐殺等級的表現 也讓新秀K1完全禁有Clinch這個規則修訂 絕對就是為了封殺泰拳來的 加上日本裁判普遍很愛國 禁令再加上去 規則裁判現在通通都是我的人 你們又要怎麼跟我鬥? 外籍選手想要出頭變得難上加難 來吧! 這天的戰鬥是新秀! 已經破了! 精準的重拳搭配又快又重的左腿 這個從泰國來的刺客 才不管你規則怎麼限制 裁判如何愛國 只要打得你趴下 這不就得了? 這位Lupini兩階級的王者 WBC世界泰拳雙冠王Gao 繼承波靠的名聲 新泰拳最強傳說 在K-1稱霸將近三年的王朝 就此展開 K-1 K-1 FARE TEX 65強的FARTA 新生K-1重新揚棋之後 所舉辦的第一個王座決定錦標賽 就是65公斤 Gao 首輪面對對手就是黃金之拳 山崎秀晃 一擊必殺的山崎 或是 一擊必殺的山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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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擁有將近十公分的身高差距 Gao的左腿還是可以馬上掃到山崎的臉上 以強力左腿作為主武器 接下來再用連拳來追擊 遠攻近戰通通在他掌握之中 讓山崎完全不知道該如何進攻 空中央中央被打到 好準狂動 好準狂動 空中央被打到 うっ 空中央被打到 空中央被打到 一回站Gao用左腿告诉大家他是谁 开具了这一脚 也把三棋的额骨给直接踢裂 就知道破坏力有多可怕 展示完左腿的威力 第二战遇上九宝优太 Gao又要拿出什么武器呢 看到上一战三棋的下场 九宝当然特别提防Gao的左腿 想采用近身的连拳来突破 但想跟Gao拼拳 这如意算盘似乎也打错了 一记前手勾拳 九宝再起不能 Gao多下TKO胜利 晋级冠军战 而日本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MASATO的失地 左右田太诚 左右田太诚 只会强力拳击又想要封锁Gao的杀人左腿 左右田防守架势拿得老高 试图缩短距离却没有搭配有效的攻势 当然只能被当作行动杀包 到了第三回合裁判开始警告 Clinch的使用尺度 连打三场看得出来Gao已经显露疲态 既然不能枯紧 改用钱币夹着总行了吧 善又介于犯规边缘的身体控制 Gao成功消耗时间 大火 スウェーバックを見せる ダブ上がらないGaoFearTexを持ってしても 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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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0 多数判定 要夺下初代K1 65公斤世界王座 成为新科K1王者之后 左邊的迷路 對 掉的強力左腿還是把木村踢的不要不要的 招牌鐵拳沒有施展的空間 眼看比賽就要這樣劃下句點時 危險 危險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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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回合一個不留神 Gao竟然遭到意外擊倒 雖然敘述恢復狀態 試圖以猛烈攻勢扳回一城 但還是趕不上比賽時間的無情流逝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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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得到 滿足 4 我們在 29-28 青九 9秒突然 拒绝了 29-28 青九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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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di木村抓到了获胜機會 他不好好嘴一撥一定是渾身 但這場比賽不是頭銜站 就算贏了 也只能像這樣耍耍嘴完便 對Gao發出王座挑戰 就是2015年底的事了 加油 在上一場滑鐵爐的Gao 不認為自己輸了 在賽前宣告要用勝利讓木村 閉上嘴 想複製上次的獲勝經驗 牧村以拳擊攻勢為主 吃過悶窺的Gao 當然也有所防備 牧村在比賽中 有意無意的施展嘲諷 故意挑釁的小屁孩氣焰 也沒能讓他囂張多久 跪著向王座說 拜拜 Gao用擊倒來教育小屁孩 什麼叫做聖不教敗不餒 成功防衛王座的Gao 就此確立成為新生K1 65公斤絕對王者的形象 直到2017年敗給野入正名後 才終結了生涯對戰 日本人無敗的可怕記錄 在新生K1極度對外籍選手 不友善的環境之下 還能稱霸將近三年 就知道Gao到底有多強悍 經典賽事也值得 立即格鬥迷再拿出來細細品味 立即風格鬥傳說 咱們下次見